好 那麼現在就差不多11點了 所以我們差不多就是開始這個環節的活動 那這個我們這個環節的話比較接近就是 就是一個大家討論一個論壇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做的最前面呢 是我們的就是GILIA台灣的發行人 然後也是就是這個GILIA層次設計的 這本書的作者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先請他來跟我們開個場 啊等一下你不是主持人什麼會是我開場嗎 不是我根本就是講幾句話 講幾句話然後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樣子 okokok好其實這一場BORN的話就是論壇的話 除了我應該PETER你也要一起這樣 okok好然後那個人的話可以可以往裡面移動 ok 裡面的這邊都還有位置 好 那基本上在論壇的話是就是一些 就是通常是講者跟觀眾群的互動 那這邊的話會是由 觀眾派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跟講者互動 或是討論的 那大宅問是可以的 ok 那只是我們不一定會給出一個答案 就是你不會有得到答案這種事情 就是你會得到一個討論 ok 所以你會知道大概一些事情 但是你不會拿到我們這個 一個標準檔案上的東西 ok 好 那基本上我們的主題的話 會制定在資料科學跟 AI 好 ok 好 我們要打開相較無學內容 ok 因為目前的話在資料科學 跟無學內容算是顯學 就是在非常困難的一個狀態 那因為Julia本身是由數值運算 就是數值運算跟科學計算為主的強項 那在他的特色上面也是屬於就是 效能的需求這樣子 那所以說在這一塊上面 他在數值運算上面就會比較有利 那數值運算這邊的話 他就會牽扯到一些相關的領域 或者是說一些相關的主題 比如說高領域運算 然後GPU 然後或者是一些最佳化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他可以也是會有跟 你要算比較多的資料 然後跟機器學習 跟一些模型的建模 其實是雷同的東西 他其實底下 這樣底層的技術其實是 非常相似 ok 那所以說在這一塊上面的話 等於是你可以把一些在Python上面 他可以做的事情 你看你幾乎把它搬到Julia上面那裡 那剩下的就是 跨界的成熟度 或者是一些剩下的 譬如是一些地體 或是說一些 譬如說生態啊 然後data有沒有齊全啊之類的 像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說目前到現在的話 大家有沒有想知道關於跟Julia 然後跟資料科學 甚至是一些模型的選領相關的事情 給大家發問 我先先調查一下 就是人到這邊來的有多少是 會選Julia的 我們舉個手看看 沒有 沒關係 那就是 那如果是 呃有在從事跟DataSize 或是有什麼選領相關的 舉個手這樣子 OK 好 那剛剛有 大家有 要提 像Python 不知寫 OK 很多 開運的 然後大家 會幫助寫 那 Julia有做一些開運的 就是 專案 就是 有 大家可以寫自己的 然後 OK OK 基本上 Julia上面的套件 幾乎都是開運的 他的生態是建立在GitHub上面 所以你只要是註冊 就是你寫Julia的套件 那你有註冊官方的 註冊成官方的套件的話 那他就是在GitHub上面去做一個發布 那license的話 基本上是MRT的license 對 那 在這方面的話 你要寫任何的專案放上去 都可以 對 所以基本上 像我自己本身 跟Pieter本身 Pieter他自己是做 在自然語言處理裡面 Transformer的那個模型 對 他做的這個模型在GitHub上面 那我個人是做 目前有一個比較 比較紅的一個 神經網路叫做Grip New Network 對 如果有 登到比較 比較最近的一些消息 的話 應該會知道Grap New Network 那我自己有做Grap New Network的 模型在 就這樣上面 那基本上都是 Open Source OK OK 那我目前在進入 Grap New Network的GPU的部分 那CPU的部分是可以做 OK 再講一下就是 後面大家看到的就是 現在Giulia這邊 算是比較多人在使用的 這個套件叫做 Flux 那基本上就是 讓你在Giulia裡面去做 這種 就是Deep Lending Model 因為主要是 New Network 然後就是 可能可以看一下說 他大概內容 呃 就是在這邊看起來說 他其實還蠻像 就 有 Keras 或者是那種 那種很高階的 API 那他實際上其實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蠻 就是比較 比較 細部的處理 然後他同樣有 就是相關的 GPU的資源 所以大家心情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是目前比較 就是比較多人在用的一套 就當然還有其他的 再來 好我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 Flux上面 如果你是想要做 像類似Keras那種語法的話 那Keras它是 用我們神經網路的層 去做描述的 那你想自己定義成 就是Layer的運算 然後Loss裡面有 那 如果你想自己寫Loss Function 裡面也可以支援 然後Gradient 自己去定義Gradient的運算 裡面也會有 那他會底層 底層到 你可以自己去寫自己的GPU Kernel OK 那基本上在 GPU上面 就是 GULIA他已經把 Kuda的部分 已經整個 有包進來 有資源 那他的包裝方式 跟其他語言包裝方式 可能不太一樣 其他語言包裝方式 可能會是去接 Kuda的自家家Library OK 那但是GULIA是繞過 Kuda的外觀的Library 他自己去 把自己語言的部分 轉成 IHART的部分 然後自己做出力 然後 直接塗到GPU上面 所以基本上他是 直接做到 Driver的那一層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 他的Dependency 比較少 比較少 對 比較少 所以說他對自己本身語言的資源 多於這樣 那他自己的Compiler的部分 他就會擔綱 語言本身的效能 然後他也會 擋成 是GPU對方的去使用 OK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下午會講到 今天下午 最後一場 就是有會 跟大家介紹 怎麼在GULIA裡面 去寫GPU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有趣的話 就是最後一場 就可以再過來聽一次這樣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開發者 那你要在GULIA上面 你要去寫 HIGH LEVEL的東西 要寫LOW LEVEL 基本上都是很OK 那目前GULIA是有支援 那AFD的話 還要再實時再進行中 OK 好 還有沒有想要 給我問什麼大問題 就來問他 嗨 這個語言的話 是 2012年 由GULIA 來講到 為什麼 JULIA就是 發展的 模式 對 應該說就是 就對你有 在HIGH LEVEL 對 那就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看到 JULIA 這個心理 然後 就是想 看看這個樣子 好 嗯 這個語言 這個語言的話 是 2012年 由MIT他們 開發出來的 那 一開始他們也是 知道說 在科學計算社群裡面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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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Python 像這樣子的語言 那 這些語言本身 它也支援 一些程度的 科學計算 然後 跟 效能的東西 那 那 主要還是在 效能 上面 對 在效能的議題上面 他們覺得這些語言 實在是 沒有辦法達成他們要的 的 標準 水準 這樣 那所以說 他們是希望說 可以去 呃 用一個新的語言 它可以同時有 可讀性 就是程式的可讀性 然後它也可以同時有 效能的這些事情 那 因為 基本上 如果你是在 一些 企業或是公司的話 那 一開始你在做Poro Typing 的時候 那你會用 所謂的Python 或者是用 如果是比較 舔科學的 可能會用Banel 之類的 那 如果你要讓它 上線成一個軟體 那它可以 如果 變成一個產品 或Service的話 那你勢必要 做一些效能上面的調整 那你要做上面 效能上面的調整 一般來說 我最 耳機接 或者是 比較常做的方式 我就是把它寫到 C或是C加加上面去 這個時候 你在你的公司 或組織的團隊裡面 你就會需要有 懂 孩子 或者那個人 那你也會需要有 懂 C或是C加加的人 那 有些人可能會需要 然後我同時懂兩種語言 那這樣子它才有換法去 溝通 就是兩個不同語言之間的一些 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對 組織或是企業它的成本 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說我可以用一個語言 去 拿到這兩個東西 或是拿到 我可以拿來做Poro Tiking 很快把東西給掩飾出來 然後 做市場驗證 然後 在 同一個語言上面 去做向人教 那 它就可以直接上線 變成一個 產品 變成一個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所謂 在HR的 英文裡面是叫做 所謂解決 Tool language problem 我就不需要兩個語言 OK 我就不需要一個是做Poro Tiking的語言 那一個是做 就是為了向人去做Tuning的語言 而且你做向人的Tuning的語言 通常影片完之後 程式碼是不太好看 對 或是說有時候你需要花點時間 才有辦法看 對 那 這個時候就會回到一個比較大的議題 就是說 欸那為什麼在Python上面沒有辦法做 對 就是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像 然後PyroSite它下面有 有一些支援 然後或者說像Nomba這樣子 可以用LVM 像Glade底層也是LVM 嗯 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把它變成一個 Just-in-Pine的 很大的東西 那它是不是也可以拿到一些效果呢 那其實這件事情在Glade 開始設計的時候 他們團隊是有去 調查過這件事情 設備過這件事情 那主要還是會卡在 就是在Python本身的一些語言設計上面 它開出來的 呃 功能 比如說原的API本身 原的API本身會卡到一些 最佳畫上面的限制 只是它開出來這個功能的話 會導致說下面的Python很難去做 就講話很難去做處理 所以說你在下面 呃你要去 呃你要去拿到效果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不需要做一些犧牲 所以像這個東西的話 最典型的是Python Python的話 它就是只有支援Python的語言 的自己 就是只有支援一部分的東西 它沒有支援完整的Python的語言 的stack 那它就可以比較好做到一些效能上的事情 那 呃 當然Python本身也是Python的東西 所以 然後還有Python一個另外 不是很受人歡迎的就是那個 呃Lup的語言 就是Gi GiL的語言 對這個 這也是會是大家比較煩惱的語言 所以 呃機遇以上一些理由啦 這是主要的理由 但是我有一刻其他的理由 所以說他們決定 做系代語言 還有 其他呢 我都想了解一下 Julia 他 他趁他 他儲 fat 他儲存到 海藏 你壽都沒有 呃 好如果你要transfer到Python 這個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見 那你也可以在Julia上面 你自己做的地方 那 transfer這件事情應該是說 它有沒有辦法存成Python的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它是只要 因為電腦內電腦鍵有資源 可以把它發的參數存下來 然後搬過去基本上是可以 那要不要補充 以補充的狀況來講的話 就是基本上補充的方式 它會有不同的補充模式的方式 譬如說Tender4有自己的這個Checkpoint 你可以用 然後PyTorch有自己的 它用的好像比較雜一點 好像有人會直接用People 好像有人會用那個OnX去知道 對那Gia這邊的話 就是又有幾個不同的補充方式 那基本上你要轉換的時候 你可能都還是會需要一些 額外的寫一點程式 就是專門把它就是轉過去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把它就是變成一個 開放的體構的話 那你私必就是說 你之後會需要用這個 就Gia裡面有開扣嗎 用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原本在Gia裡面 刷好的這些參數 然後傳進就是開放裡面 然後在開放裡面 再重新處理或再寫起來 那如果不送這種的話 你可能就是透過一些 比如說 那種通用的格式 比如說那種HDF5之類的 這種東西去存 那除了這種以外的 基本上Gia目前的存法就是 Gia可以存 然後Gia可以讀 但是你要轉到其他的 你就會需要 自己的一些 就是 小程式去專門去做這件事情 對目前的線方大概是這樣子 我記得 OnX不是有專門嗎 對 但是OnX的專門並且 卡著 卡著 對卡著 沒辦法用 OK 好 這要買 嘿嘿嘿 呃 那有提到Gia裡面 那它可以 哪一個 有提到 對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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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目前在做 那個再過 3號是一種 代出系統 你說是哪一個代出系統 對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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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基本上它是比較 算是 Cigolet 那種意味 OK 其實是 其實是有 應該說 很多 數學家 目前 像 preferb在 學校上面做 就是做 他們代出系統 就是 呃 像 對卡 或是 對 因為第一個是 就是 free 在英文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免費 一個是自己 對 其實都是剛剛 好 那free的話 呃 所以目前 目前我比較沒有接觸 那個部分 但是 呃 在一些 在Gia account上面 其實是有 我是有看到有些人 是有在做這些東西 在做 在不行 在做破補的事情 OK 然後破補的話 通常會是 就是物理那邊真的很關注 對 然後會有 漲量的東西 對 之類的 這樣 這樣有 但是那個東西 呃 要找PBG的話 還要再進去去找 這樣子 就這樣 我們不要沒有 沒有再翻這樣 可是的確是有一些 就套件 是有得的 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一個理由 是因為 Julia在處理符號 這上面 功能實在還蠻強的 就是 呃 它有很完整的 Marco這樣的東西嘛 所以你可以直接 就基本上是在 Julia的語法裡面 去添加 就是 額外的功能 對 那 就有些 他們會覺得說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會比你用其他人 去處理 還得方便 所以你不是單純的 去處理這些 可是你是透過 Julia裡面的 這種 就是 語法結構 然後去做 處理的 還有 還有 其他人要 問的 問題嗎 來 請問一下 現在那個 Julia這個語言 他在 有一些比較 工程 或是做 應用方面 一個問題是 他的 質疑怎麼樣 他 因為如果是 在工程上的話 他就會有 舉例說是 要把 一個 裝成一個套件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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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另一個 我希望 可能是 我必須要把他 那種 臨時 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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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公司它叫做Relational AI Relational AI它本身是做資料庫的 那它們的理念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勸 Machine Model 那最好是在你資料記的地方 所以說呢 它們就希望可以把 Model Training 這件事情 放在資料庫上面就做 所以它們做出來的資料庫引擎 本身就是有 Model Training 跟 Prediction 這樣子的行為 就是本身資料庫的就是 AI 化的 那它們就直接選用就是 Julia 這個 Compiler 去當它們的引擎 所以說它是有一點就是 把 Compiler 當成一個資料庫引擎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去做它們自己的東西 所以說 Compiler 它等於是它們的 在クオイ anniversary 就是最佳化的後屬這樣 OK 那這個東西是 就是在一兩集前 他們在GiaTown上面去往他們轉來 OK 那 那個Paget Revolved就講給他 好 所以以目前Julia這個兵役的狀況 那目前Julia本身還沒辦法做到 就是直接去編出一個執行檔 然後讓你覺得在別的地方使用這樣的事情 那原因是因為Julia裡面有比較多的這種 就是動態的部分 因為他在自己的就是Source Code跟 這些標準函視庫的鑽石裡面 也大量運用他的GiaT跟Coshen的這種功能 對於是他在現在 反而難怪碰到問題就是 你要編出一個可以 就是拿額外使用的這種執行檔 那你就需要把整個做 Compiler就編譯完 然後不需要有任何的 Round-hand的時候去做Polture 那這個部分就是造成了他現在有一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你現在還沒辦法 一個Julia的程式 然後變成一個可以獨立執行的這樣執行檔 那另外這一個是叫Paget Compile 那是他們另外做的 那這東西的主要目的是 讓你寫的這樣你的GiaT的套件 他可以事先先編譯完成 因為基本上你每次在用 使用一個套件的時候 然後你在做這些Polture 那他GiaT才會去取個他的編譯嘛 那有些套件比如說像 貴族的這些函數 那他可能是比較龐大的 那這個編譯的時間就會非常的漫長 對 其實他們做這個套件的努力 主要是讓這種 你就是說使用畫圖的套件 可以事先先把相關的功能都編譯完 那你就不需要再 就是每次把GiaRRound起來之後 都要重新編譯一次 然後等待那個就是有點無味的編譯時間 對 我補充一下 那個PickH Compile的部分 他其實 我記得之前有Demo 可以編譯 嗯 可是那個部分目前都還算 就是做很快 對 就是基本上在PickH Compile 這個專案上面來說 的話 他是有一個Protite 是可以把一小段的測試碼 編譯成PickH Compile 然後編成那個 可以告訴他 嗯 動態的ShareLibrary 是DSO檔 或者是在Wizard上面 就是DNDR 對 對 那 但是目前來說 他們只有辦法 處理一小部分的程式 有辦法到 嗯 整個GiaR的 生態 或者是 有把它包進來 是不是應該還是在 努力這樣做 對 以GiaR官方目前的說法 是至少要等到 大概1.3之後 對 就是才 這東西才會比較有可能 是進入一個 穩定 或者說是 比較可以使用的一個狀態 對 那在這個之前 基本上你都還是會需要有 就是一整份GiaR的Runtime 可以 就是在你的 呃 產品或是你需要執行程式的地方 對 他裝飾 us pick 所以 所以 但是它弄起來是不是就什麼樣的 那主要的點會在就是當你弄 程式弄第一次的時候 它會有大部分的時間在做Countdown 那當你同一條Function弄第二次的時候 它就會全部都是弄時間 那弄時間就會非常多 我想決定一下因為這個細節很多 因為像Countdown有時候中間有透過的 然後像Countdown伸出來的那種可以不及的話 它應該也還是 它應該實際上下面也還是 就還是有一定的狀態 然後就是A-Con還有點機帶還是這樣 Countdown的狀況是說 它是會視線經過一次編譯 然後東西是大家可能跑的時候 會比較有PYC這樣的一個生出來的檔案 那個東西呢是把開放算是轉成一個 比較低階的一點的就是開放的一個Bi-C 那基本上它在執行的時候都是自己這個Bi-C 但是因為這Bi-C的設計 對方還是非常的高階 所以它在這部分就沒有什麼 就是比較好的效能提升這樣 就是它雖然是一次轉換都轉換成這個Bi-C 但是因為Bi-C本身效能就是有比較大的能力 所以就算它是一次就已經編譯完了 但實際上還是已經沒有遇到任何好處 所以這樣講那個Julia在做 在做那種有時期想到 直接把一個我要做的任務直接就 就一直就一直直接把它提起出來 所以目前來講它這個運作 在底下做的事情 是一個不太種狀況的類似 有一點的狀況 不太一樣 下午來聽我的狀況 下午的話 對 下午的話 下午有一場是講 Mengagement Design 跟Just in Time 那 那一個的話就會跟大家講解 就是 在原設計上面Julia是怎麼做的 那 跟他底層在做Katau是會是怎麼去處理的 那這樣子整個講下來 才會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Julia的Just in Time 會比其他人的Just in Time還還 對 而且其實Julia的Just in Time 跟其他人的Just in Time 不太一樣 對 如果說你簡單的解釋一下 就是Julia的方式是 他是編譯師的 但是他的編譯是在每次呼叫 一個Function的時候 然後他才去檢查說 這個Function有沒有被編過 那如果沒有 那他開始編譯這個Function 那如果有的話 他就直接用已經編好這個來使用 但是他這個編完東西 並不會選下來 或是就是可能其他人的檔案裡面 所以變成是 你每次重新自信你的 這個Script的Support 那他就是變成 他都是第一次看到我們 各方面準備的資料 所以他都會去自行自編譯 那所以基本上 就是剛才在考慮就是說 這個Katau是要解決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至於是說 你要讓Julia可以在 沒有Julia的環境裡面執行的話 就變成說 你要變成一個 就是 Decrobatable 然後到另外一方使用 那這目前就是還沒有辦法 完整的使用 完整的Julia去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還有其他人有 其他人有 小問一下就是 假如目前公司 都是以派生補備 是不夠派發的話 如果要償還怎麼注意啊 這個轉換成本 就是想請問你有沒有一些 可能會採用一些A或是一些 對 請見識 對 就是基本上 現在應該會有 因為通常如果你要做轉換的話 那應該多數的專案會是 Python-based的專案 那基本上大概會是一個一個專案進來 你開始採用式的語言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Julia當作 基本上你是 只要採用一些語言 那大概都會是 什麼進進式 如果一次轉換過去 那出問題這個就 就很難 很難講 對對對 那通常的話 這邊如果你要轉語言 然後進進式的通常會是 就是我個人的經驗是 或者說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東西是 通常你走 在DevOps裡面有講 GICD這樣子的東西 你需要先讓你的專案有被測試過 那測試過之後 你的客戶也要用 就是用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感受 或者體驗是 沒有採用 或者說是好的 那 再一步一步把東西給遞換 OK 所以基本上這邊 大概都會是 建議是一步一步把東西給遞換起來 這樣子 所以 不會是一次 那 如果說 在Julia上面會採到某些雷的話 通常是 就是 第一個是 對語言不熟悉 對語言不熟悉的話 那就會 就會採到一些雷 那這邊的話 你可能就會需要去看一些 在 因為基本上 Julia的專案都是開源 所以說 所以說 基本上你需要去看一些 他們放在Gate號上面的一些code 那 通常會是 Best Graphics 就是 那些比較多人用的那些 那些 那些 會是Best Graphics 那你可以去參考他們的寫法 那 這樣子的話 是比較不會去採到的 而且 他們code 是 Optimized 所以說 你直接是採用他的寫法 你的速度是 直接會上來 OK 那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 除了 除了對語法的不熟悉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是 有使用套件的話 那 當然就是 盡量去使用 大多數的有用的套件 對不對 那 那 因為避免 碰件不成熟這件事情 對 碰件不成熟這件事情 碰件不成熟這件事情 無非是 你只要守科 或者是 你會撞到一些異球 那撞到什麼異球 這個我就 不敢跟你抗證了 對對對 那通常撞到異球 不是直接去 因為它是會發異球 對 基本上 嗯 在基督化生態裡面的話 嗯 嗯 你只要有問題 想問 或是說 想提意界 對 就是全部都是上 也好 我們藝術上去去拍 對 那 所有人很好說 都會在藝術裡面 然後有回答到也好 謝謝 嗯 我想順便就是 講一下就是說 就是 因為大家也可以知道說 Julia的基本上 就是第一個可以 第一個算是公開發布的版本 是在2012年才出來的 所以到現在基本上 就是大概7年過去而已 所以 相較其他語言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語言 就真正一點點版本 也是在去年還是先年來出來的 對 所以 有些東西基本上是 現在它還正在就是 確立中 或者是 就是可能才剛剛確立而已 所以這些套件啊 或者是一些功能可能 就是 要嘛是很新 那要嘛或是 那還在 就是 編寫當中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 你開始用某一個套件 然後 你可能是做這個方面的 做比較多人 所以你在開始去寫下去的時候 會可能偶爾會碰到一些 就是 瞎然沒有沒有踩到的問題 或者是 你這地方比較 會特別需要的這種功能 對 那這種時候 就是 就是 以一個 就這麼年輕人來講 可以想像說 那 對 這樣的東西都 就還沒有 所以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 就是 要嘛就是 你可能需要再 等待一份時間 要嘛就是 我們就會建議其實就是 你需要自己 自己下去動手 寫一點東西出來 這樣子 對 那如果說 要單純就是 毫無 呃 毫無痛處的 就踩進去 然後開始使用這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就是 會比較困難一點 目前這個論壇它的主題會是資料科學跟 那 那 其實在 官方來說 他們 投在 資料科學的 套件跟 記憶學型相關的 套件上面 算是 算是 就可以 所以有一些 其實是可以用的 在 揮圖套件的話 這樣 套 就是 我目前知道的 我目前知道的 那 在一些 傳統的 記憶學型的套件上面 目前是 可以用的 就是 可以用的是說 基本上 你用 使用 模型 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要 去到 如果你要 去到 就是 比如說 在他 比較成熟的 他的 訓練 的套件 是 那 那 三更加的部分 大家可以 去到 比較細緻的 東西 那 細緻的東西 再來就兩個 沒有 但是 基本的 弦模型 有 Predient 有 OK 那 Flux的話 也是基本的 弦模型 有 training 有 那 一些 Universal 是 例如 例如 Wade and Descent 那個 Wade and Descent 然後 Catham 一些奇怪的 一些是有 那 一些跟 電腦視覺相關的模型 Masgo 制度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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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go 對 Masgo 對 其實有班的一些 比較大的 電腦視覺模型 那 有在 JUIA裡面 你可以 自己呼呼叫 比如說 BGG16 19 然後 Google Net ResNet 然後 還有什麼 其他 別忘記 那 不過它 支援的 模型 就是沒有那麼多 OK 所以 你要自己刻 可以 那你也可以把 其他 就是 比如說 Python 那邊 框架的 模型 把它參數轉過來 或翻過來 然後塞進去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其實只差這一步 那 在這次的 Google上方後 有蠻多人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基本上在 在 Fox這個 框架底下 剩下的就是 它底層做完了 剩下的就是上面的 範例的模型 很多 那 在 今年的 Google上方後 的 project裡面 那 有一些是 呃 申請要做一些 JR專案的 那 他們就是希望說 比如說 像 GAME這樣子的模型 可以被放到 JR上面來 那有些人就在翻 就是 GAME的模型 就是翻它的 參數 對 那 對 基本上是 需要去補足 這一塊的部分 就是一些翻例 所以 你要 trending 跟 就是底層的 framework 是 OK的 那剩下 就是 把東西翻過 OK 它改成 剛才講說 那種傳統 機器學習 不知道這個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那一些比較 基本 常見的 就 它不會都有 使用 SBM Renew Forest 然後 XG Boost 有 OK XG Boost 然後 Linear Regression PCA 對 那些 架回的東西 對 是的 對 已經有實作了 但 目前還沒有整合 就是 目前的話 現在是 四散 就是 SBM是獨立自己一個 Renew Forest Design Tree 是自己一個 然後 對 一些降位的模型 自己是一個 OK 那一些 特製工程的東西 慢慢也有 就是 如果你要做 Shuffle 然後做 Batch 然後 然後 應該還有切 Testing 跟 Trending Testing 的Data Set 對 這些基本上是有的 但是 也是屬於四散的狀態 然後 然後 我等一下講沒有嗎 我可以跟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 對 你講一下 就是 這個是 你跟我另外一個套訓 叫做 MLJ這樣子 那他這邊 主要是有點像是 像那種 Psychic的那種 那種感覺吧 他希望整個 就是整個這種 就是 MLJ整個 你的 流程當中 你會需要的各種事情 比如說 你的Data的這種 去Process 然後 你的 剛才的說那種 去分割啊 然後再來是 你的Model的選擇 然後再來是 Model選好之後 你要做你的參數 要這樣一整條路 就是 你可以在Picc 這個圖上面就是 現在其實有各種 各式這樣的 就是 套件四散 就是 有人做了一個 大概有一個Flux 有人做一個K那個 就是New Network的部分 那 然後可能 再切這個 Data的部分 可能有這個 MLJ Processing 然後可能 會有另外別的 套件 可以用 那 就這樣可以看到說 就是 有 現在有非常多的套件 不過基本上都是 失散的狀況 所以 你就 要找的話 其實基本上還是可以 找得到 就是 有人做的東西 那只是 其實 目前還沒有 帶一個很完整的整合起來 對 但是整合就是 其實是這個套件 希望做的事情 那 這個套件是 英國 Eventory Institute 去 support 的套件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這個 J 他也是希望說 可以做的 像 Secure Learn 這樣子 我可以 用一個 統一的API 就可以 train 任意的模型 就是 像 Secure Learn 也沒有 Feeds 希望做到 類似的事情 那 目前的話 是在接啦 接 接 一些 特工程的東西 然後接 Data 對 它再接進來 應該就 差不多了 好 好 想知道 什麼事情 就是 想知道 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 問題 可能 可能 就是 想知道 他 就想知道 他 就想知道 基本上 如果 說 他 需要去 跟 他 他需要去 除了 Julia 以外 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 基金會 就是 基本上是 所謂的 通常是 非營利的 非營利的組織 或者是單位 他希望 他希望去找 全世界 除假 全世界 美食 學生 來做 Coding 然後 寫寫 好 像 潘正 其實也有 各個社群 或各個資金會 每年都會去 爭取他的名額 所以 不一定 對 就是 Google上網 它的名額 或是 它的 那個 就是 有限 所以 他每年會給 不同的社群 或給不同的基金會 會要 很舒服 那 經典 比較特別 是 經典 Google上網 他只能給 一部分 那剩下一部分 Gira的官方 是覺得 他們 也有提一些 很好的 idea出來 那 但是沒有被 多少 給選上 所以他們決定 是 Gira的官方 自己支柱 這些學生們 去做 Coding 是 有很多的語言 啊 協會啊 對 有很多的 智慧 同位 然後 如果 可以 換取 中間 就是 5 一個 就是 有些 可以 有些 中間 都是 對 用 哪 就會覺得相對人家這些技能這樣會比較大的油脂 或是可以帶給這些東西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因為像技能這樣的人就已經像是說 像Neuron A-word 技能上最成熟 現在最成熟的人就是Tester Pro 會帶給我們一些對話 那相比這些技能東西 他會有多數特殊追上來的 現在我要講這個載購 OK 好 現在我要講的就是關於自動微分的部分 那自動微分的部分我想必Tester Pro 他應該有部分的那個微分進來 這個我們在確定 那個我記得好想 那Pylog 本身有支援自動微分的部分 自動微分基本上是在生中學習裡面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課題這樣子 但是一般的User不太會去感覺到這件事情 自動微分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在寫你的模型的時候 你並不用自己去首課Deporrogation的流程 那我可以自動讓程式去推論這個Layer 或是這個函數 它的微分式是什麼東西 然後在下午的Talk裡面講Zygo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的話 它會把自動微分的部分做到 然後在語言內部裡面去 然後讓它可以做到一個Azumization 所以它可以把自動微分上到做到Kontata裡面去 那可以讓Kontata去做一些Azumization 那它的速度就會更換 這樣子的話 在官方方來說是號稱 就是它的語言直接支援了之後 OK 然後我這邊講的是說 因為Julia這個語言嘛 它有這個 應該說 Julia這個語言算是非常的貪心 就是它基本上 對貪心 就是它的開發者非常的貪心 它什麼樣子呢 就是它覺得它好有功能 那它都想要在Julia裡面去做出來 那所以 就是包含 就我們今天可能下午會提的這些 就是下午的議程 對 然後還有這樣 就是可能在查當幕裡面 就是也有提的一些介紹 也是 那 目前的狀況就是 我覺得科技發展到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有很多 非常多不同的技術出來 然後它們可能 試散在各個 就是有不停的實作裡面 對 然後比如說有的 你覺得很好的技術 他可能坐在 也許TensorFlow裡面 那可能Leak 你覺得不錯的 你坐在PhyTorch裡面 對 那這些東西都是 試散的 那Julia這邊比較 比較算是說它存在一個 就是 後來出現的一個位置 那它可以看過 就是前面 所有人他們做過了奶的東西 奶的東西是好的 他一定知道的 所以它在一開始的這個設計上 他又可以有比較就是 他有時候看過各種 什麼東西叫做好的 然後他等一下去做 所以他可以一次的把這些 就是好的東西難掛進來這樣子 對 那另一方面也是說 就是 這個 我覺得Julia本身 算是比較偏向開發者的 就是 很多比如說你在 跟你講說你效能很好嘛 你在聽效能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 你是開發者的時候 你才會 你只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不然使用者不會去管理說 你效能好不好 我們就是挑個 好的那個來用就對了 對 那你身為開發者的時候 你不要開始思考說 我要怎麼讓我的城市可以 比如說 寫得很漂亮 然後 然後不是我又同時 我需要一個 很好的效能 對 那這次常就是一個 這個兩難的抉擇嘛 就是我又需要 就是 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有時候 一些那種比較好的連串法 看起來很醜 對 那 跳這邊就比較希望說 那 也許我們是不是可以從 比如說 confiler的優化 或者是甚至一些 比如說 MACO啊 這種 一些語言上的特性 然後我們讓 電圖詞 保有這兩件事情 讓你可以就是 在看的時候 比如在比率的時候 或是你自己開發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就是 寫下來是漂亮的 後面是一個懂的這種方式去撰寫 可是你一樣 可以在一些 比較 特色的地方去做這種 就是優化的處理 好補充一點 就是 其實 Julia的開發者社群 是把它改進的 對 那 Active的開發者社群的話 那他們就會各處去找 就是 到底哪些 語言 因為他們可能會來自各個 各個語言 可能會來自CL Komi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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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在他們 原本的語言裡面 會經歷 這個語言好的地方 也會經歷這個語言 不好的地方 那他們來自不同的語言 然後到 Julia這個開發者社群裡面 他們就是社發發 這個語言 他們過去經歷的那些 好的部分把它帶到這個社群裡 那所以說 這樣子的話 這個 Julia開發者社群就會 就會讓東西變得愈來愈好 也會耐心的feature 進行這樣子 那會是一個就是正向的旋轉 再來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到就像台灣的版上面去發問 對 基本上我跟畢竄都會長 應該錯了 對 那我最近在想說要不要 就是多支援其他的 還在 好 我等一下有點考慮 好 目前的話 那 剩應該算最後一兩個問題 我們跟其他人要發問 什麼時間到了 沒有 我看三開的三個時間 這兩個應該是三個時間 三個時間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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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如果當入門 於是可以當學習的 能力適合的意思嗎 等一下 我整理一下 有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剛入門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 就是用朱利亞做 好 那我個人是覺得你 比較理想的狀況會是你先熟悉其中一個 就是你不論是先熟悉朱利亞或是你先熟悉自己學生 那 因為對新手來說 如果你先熟悉機器學習 那再進來這個語言的話 你會比較知道說 這個bug出來的時候 就是語言本身 還是就是套階沒有寫 還是你的魔法寫 對 就是至少你需要先熟悉一個 然後比較不會一直撞牆 不然你會一直撞牆 對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然後給你先看 沒關係 想想你有寫入密程 我有寫入密程嗎 對啊 一千啊 怎麼會是我 你比較是這邊短的密程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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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寫修理亞他沒有用 應該沒有很久啦 對啊 好 就是大概也待一年兩年而已 然後 我覺得這樣就是 有時候學一點的 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就是兩年嗎 兩年嗎 從修理亞0分 然後看你現在變成 寫NLP模型的 打打 還是0分這樣子 還是0分 可是你已經 你不是發套劍了嗎 真的是個垃圾 你不要運用這樣 好 anyway 反正 不像這樣也行入密程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嗯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學一個語言 應該說就是基本上 因為我在這個過程中也是很常一道說 我就問別人說 欸你要不要來寫個 Julia 這樣子 我剛剛很常我就碰到興奮 我覺得第一件是聊天聊天 欸如果我在寫程式 你要不要來寫 Julia 這樣就是我通常是聊到一個會 會不會一直要問他 那很多人給我的第一個回答就是 他覺得他現在用的東西不錯 他可能他現在用開放 他覺得他開放寫的不錯 那覺得他去贊助就好了 對那他覺得 呃語言只是個工具 所以他並沒有想要去 去嘗試或是 去換其他工具的意思 他覺得這東西他能做就好了 但是 這嘗試讓我覺得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 就像如果你是個廚師 就是你今天在聽到 有某個刀匠做了一款新的刀子 非常好用 切下去之後 不會有任何的油脂沾黏 你會不會想去試試看 就是 我覺得應該都會吧 就是 你通常聽到有更好的工具 可以使用的時候 你其實通常應該都會 如果說別人跟你介紹 有更好的工具 或是還不錯的東西 方向都會想去嘗試看看 我覺得應該算是一個大家 應該應該死吧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目前 就是奇怪的一個現狀 就是大家會說 你這東西只是個工具 可是 你卻聽到有 不錯的工具 或好的工具 就沒有那種 想去嘗試的那種心情 或是一個心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狀 要不要講講你壯壘的事情 我壯壘的嗎 他都沒什麼好奇特這樣子 所以你本身在一個 就是這個Julia社群上 就是 我覺得目前最大的壯壘就是 當你跟別人講說 喔Julia很棒 就是 你可以看他說 你看他的效果不壞啊 他可以用很好的地方去寫啊 然後別人會問你說 真的嗎 然後你看他的就是 你自己把Benchmark丟給他看 你看他跑起來跟C一樣快 然後還會問你說 我不相信 怎麼可能 然後說你看他那個什麼 他有GC耶 這東西整包起來 怎麼可能比較寬 然後劉哥就陷入一個 一個很奇怪的打結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都把東西擺了給你看 然後眼鏡看到他的確 就是不錯 然後 大家就會有那種 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抵抗心態還是什麼 我就覺得說 啊不可能啦 我現在就很不錯啦 那就不要啦 不要一直推我這樣子 就是 好 我幾乎只在抱怨而已 就是一個 這個技術發展論壇 就是 就是 推不起來這個 語言的這個一個狀態 這樣子 嗯 在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嗯 因為語言他要其他 就是 基本上背後 是需要有 我們是在製作一些事情 那另外一個 是需要一個 殺手機的應用 對 這些事情其實是蠻需要的 就是要讓大家去知道說 這個東西 他做出來是怎麼樣的效果 長這樣 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在丟 這個才會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選擇 才會有一個 呃 轉 就是大家 像以前 沒有人 沒有那麼多人去寫還是什麼 那最近 就是 什麼 各個AI的套件 啊 對不對 套件蒙起來的時候 然後 那 就很多人就移到牌子 欸 大家看在台灣的版上面 你就會看到 喔 我是新手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 怎麼寫 然後套件什麼東西 在哪裡 有沒有推薦新手的書啊 之類的 就一大堆這種東西 那 那 這個基本上 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它的上面的套件 或者說 是有讓它這個語言發光 對 所以說它可以從 比較 比較早期 在PTH以前 然後它在 呃 十幾米 或者是二十米的 語言排行上面 然後現在傳生到 第五名 PG 對 我記得之前 我有印象應該是第五名 這樣子 對 所以 嗯 商手節運用是需要 那像GO的話 就是Doc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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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直不停的在view新的東西 那在Gillia的新版就是1.3版裡面 他會有真的是蠻厲害的一些功能出來 就是所謂的composable的trend 在Gillia之前他們對提及運算 或者是說做manage thread的東西 沒有那麼的完整 那目前在讀字上面run是可以的 Windows不得了 那composable的thread的話 他就可以去避開一些傳統 在其他語言寫threading的時候的一些問題 包括Live 什麼啦 他就是不希望說你去 take care 那個thread的life cycle 不需要知道這個thread的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他需要用幾個CPU的資源 然後他會不會搶建原物一些事情 他如果不希望這些事情發生 他只希望說你的後衛學會再加個參考 就解決了 OK 所以說基本上1.3版會有蠻令人期待的一個 新的功能出現 所以基本上在官方的開發者設備上 都不能在做新的東西 在做新的嘗試 所以我是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玩 OK 我覺得我覺得還是回到那一句就是 Julia的這個開發者他們是非常的貪心的 他們就是各種就是好的功能他們其實都想要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語言就好的地方 他們覺得就是好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會就是 就是就是嘗試去把它做得更好這樣子 那可能就覺得說 TensorFlow做了一個TPU 然後可能但是你只能有TensorFlow寫啊 這東西很爛啊 然後所以他們就自己想辦法就是 就是讓Julia給變成 就是TPU給跑的程式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像剛才講的這種 Frid啊 像是以前的這種 就是雖然大家很多都在用這個MPI啊什麼的 那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東西就是不太好 那可能就有場次會自己下去 去做一個就是或許會更好或許不會 但是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覺得它有可能會有更多的 更新更好的東西 就是被發明出來 那就是我覺得有一個還蠻棒的地方 那就是我覺得有一個還蠻棒的地方 然後 大家應該 我去替其他一起 哈哈哈哈 那我們時間 就是表弟是到10分啦 所以其實還有七分半解這樣 好啊好啊 那 所以 像你也目前認識的來講的話 嗯 對於那個 對於Julia 或者說 這樣子呢 會常在整港 或是在國際上的結果 這樣怎麼樣 還是說 其實那個去就比較像是說 那個那個 實際上要的是一個加三 那什麼都會注意大家 類似這樣 這樣 好 嗯 基本上在嘗試新語言的 在國外來說 國外來說大概認為是屬於大公司 就是一條IPM 對 然後 然後 看 呃 我就會去想修那個列子 在你的筆電鎖起來的時候 你不敢修 對 那他們會找一些 Julia的開發者 那 再來 如果是要找 Lessunctions的話 呃 多半會是屬於 我之前有看到是 英國 帝國領域的 呃 實驗室 那他們想找 研究人員 那研究人員 他們是想要把 原本的 那個Code 或是潘的Code 轉成Julia OK 那所以說 他們在做這些事情上面 會需要就讓人 那如果是 就是目前在台灣的話 台灣的話 呃 目前還是屬於去找 Lessunctions 或者是一些 Versioning 的Near 那 會Julia 會有加分 這樣子的狀況 對 或者說互排視覺 然後 這邊 對 這個是 Julia後面他們其實 他們 當初的那些開發 然後去創了一家 新創叫做 Julia Computing 然後他們其實有提供 就是Julia的 呃 技術資源這樣子 那這邊的這個列表 是他們其實有 就是有跟他們有合作啊 或者是他們也在使用的 就是Julia的這些公司 可以看到其實還蠻多 還蠻大的 比如說Intel啊 迪士尼 Hugo 然後NAS 蘋果 就這種 就是你會知道這種大東西 就其實就是基本上 都他們都 內部都我們在用 會有單位在使用這樣 那除了這些公司 你往下拉一下 有一些 學術單位 學術單位嗎 有 我要上面還是下面 對 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再往下 再往下 沒下 沒了 那如果知道 你還是幫助嗎 我記得他之前 有一些學術單位 請 其實也有 不少的 引入單位 或是進入單位 會 會 會 使用這樣子 那除了 這些 剛剛是企業公司的部分 也外 那就是 這只是Julia的 當初 的那個 Nature 他們有個叫Julia Lab 在應該裡面 那是 其他的學校 因為我記得 之前 在Julia Computing上面 有列 就是跟 剛剛列那個一樣 我記得 是 YT UC Berkeley 然後 然後 帝國聯工 對 就是 他列出來 看說 英國跟美國 建設的學校 都沒有 就是 我選 你有沒有找到 什麼 啊 然後 印象中是有一個是 因為通常 印象中是有一個 做 一個蠻知名的 國外的教授 然後 他是 寫信心代書的書 信心代書的書 他以前的範例 全部都是在那裡 那 他 在這次的新版裡面 他全部都改成 Julia OK 然後 初心的版 所以 有一些 Julia的 相關的書 或是 例子 他有可能會是 就是 講 清新代書 有講 做研究 或是講 處理分析 對 然後他的例子裡面 是 都是用Julia 所以 基本上 要有多時間的人 所以我們要把他收一下 OK 所以 基本上 感謝大家 參與這次的分盤 然後 感謝大家 就是 丟一些問題上來 那 希望大家都有 在這次的分盤上面 有 收過一些東西 然後 下午的話 會有精彩的議程 所以說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他就會配過來 那我們 早上的議程到這邊 就結束了 那 感謝大家